泰鲁阁的追路古道难度不高 单趟3.1公里来回时间约4个小时 路线明显而入园必须要上网登记报名 前三月协会理事长就指出了 登山步道景致相当优美 而人文历史更是丰富 呼吁民众上山赏景 还是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以及步道的安全 海拔700到800公尺的古道路宽 只容两人插身而过 一旁是高700公尺的绝壁 另一边则是深500公尺的悬崖 例如是侵蚀而下行程壮阔的小谷地形 无怪乎它成为了花莲县政府 首推20条绝美步道的首选 追路古道当中是全花莲当中 最有名的一条步道 那全台湾省各地爱爬山 爱走步道的人来 都会想要去走那个追路古道 所以它是代表花莲当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步道 追路古道当中 当时是因为太平 那个太鲁阁战争 那个结束后对不对 那马上那个什么 那个盖的这一条步道 串联起来就是说 叫河欢月嶺古道 全长原本大概 大约是60到70公里 那目前保留下来的部分 原本的10.2公里 只剩下3.1公里 那保留两个住在所 一个是巴达港住在所 一个是断崖住在所的部分 那中间的人文遺跡 历史遺跡的部分呢 有包括第二个隧道口的石棺印象 还有当时盖这些人当中 留下的一些那个 置机对不对 那个正 纪念说这条古道的完成这样子 原本井30公分宽 以人工凿锤 在大理石岩面上 拓宽至1.5公尺的小径 不仅是古道井存的遗迹 而利物稀切穿 三角追山的井观 更是自然百万年 精雕细琢壮观的成果 也是古道最受蜀目的景点 目前古道井开放 前端的3.1公里通行 入园采线上报名 许可后才能够前往 记者凌杰 休灵香采访报道